科技让严谨地产出敦半粮 而在甘肃张叶 原本连草都不长的戈壁滩 却有成片的蔬菜大棚 里面一条藤蔓能产出40多串小番茄 怎么做到的 一块去看一看 不是传统的土壤或者机制 而是一种特殊的椰康 不仅透气 饱水 饱肥 还能够防止土传病害的污染 那这些小番茄就可以在这个里面生长了 我们也看到这个小方块上面 您看插着一根小针 这个呀 其实是一个输液器 它可以把调配好的这些水肥 从这个管子里输送到番茄的根部 让小番茄能够吸收好这些营养 那整个的这个输送的过程呢 其实不需要任何人的操心 因为它已经通过电脑进行调试好了 它可以通过这个光照的变化 来自动的调节 对这个水肥的这个输送的程度 下面呀 我向大家揭秘一下 这个番茄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番茄最大的特征啊 就是可以无限的生长 我们来看这条长长的这个藤蔓哈 上面结了很多的小番茄 但其实啊 如果营养足够的话 这个藤蔓可以长到十几二十米长 而且啊 它这番茄可以无限的生长下去 但是工作人员告诉我 不能让它们这样长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发现这样长 营养不好 它们通过多次的实验发现 在这个藤蔓上面长出45串 这种小番茄 并且每一串上面结上12颗左右 对番茄的品质是保证的最好的 那如何去控制这些小番茄的生长呢 我们今天也请这边生产部的曹经理 来带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工人们的操作 他们都要做这个升降车 在这个地方工作啊 一定要使用这个升降车 它可以上下左右的平移 有点像做飞毯的感觉 现在啊 我们是到了这个藤蔓的最顶端 放眼望去 非常的壮观这个地方 简直就像一个藤蔓森林 那曹经理您能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上面要做什么样的操作吗 首先呢 我们第一个工作要进行盘头 当番茄头部长到50公分左右的时候 我们工人呢就会这样这个番茄头部 顺时针 我觉得还有点担心这个番茄被折断 不要盘得太紧就没有关系 第二个工作呢是落脉 咱们的这个挂钩呢 通过这个翻转这个挂钩 可以让作物整体呢下降22公分左右 保证它下面采出现在一个水平线上 就是让这个藤蔓呀下降一些 方便下面的工人采摘 是是是 第三个工作呢 咱们要进行一个梳花 当前这个阶段呢 咱们每一串基本上留12个锅 那如果说超过了12颗怎么办呢 超过12颗以后呢 它会对我们的碎形和这个果实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看到这边周围呀 有一些已经红彤彤的了 是不是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 像这边那个就是达到自己的采摘标准了 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采摘的要求 咱们采的时候呢一般采两刀 第一个呢是把这个果饼沿着这个静脉的肌部把它剪下来 平剪不要留缺口 哦 剪下来之后呢 多余的这部分果饼在放入采出光之前也要剪掉 防止它把别的果子扎破了 那在这样一个基地里头啊 它一共种植了450亩 也就是30万平方米的这个小番茄 它的年产量啊达到了9000吨 其实比这个传统的种植方法呀 要高出了10倍以上